引發雪崩 加上餘震不斷 讓登山客現在非常危險 從主震開始 聖母峰發生過至少四次的雪崩 造成22人喪生 61人受傷 可以說是聖母峰史上最大的山難 那麼隨著部分登山客獲救 雪崩發生瞬間的直擊畫面 現在也被公諸於世了 大量雪堆雨石塊傾襲而下 登山客拔腿狂奔速速找掩護 地震撼動駐紮營地 50層樓高的大雪 煞時鋪天蓋地而來 海嘯般的大雪來襲 山友們生死一瞬間 被嚇出一身汗 驚魂伏定不斷喘气 有人臉色苍白 噁心呕吐 不管是山友們的衣裤 靴子 帐篷 都蓋滿了厚厚鸡血 尼泊爾強震導致聖母峰雪崩 一名來自西雅圖的助營女醫生 不幸喪生 從25號發生的規模7.8主震 開始算起 短短兩天多時間 至少發生四次雪崩 你必須提升自己的高度 每天或兩天 我們相信 上班三上 有約200遺漏派 我們聽到中國媒體 救難直升機 優先將重傷與罹難者送到醫院 不過運輸能量有限 加上從基地營以上 仍處於能見度差的惡劣天后 想撤走全部登山客 還需要時間 登山客面臨低溫考驗同時 還得隨時提心吊膽防備雪崩 山友們希望 當局至少應該確保 糧食與遇寒衣物 以及帳篷的投放 先保住一線生機 再協助他們脫離山區 記者無限常報導